大家好我是張欣 台南探店不挑食老闆上啥雜吃啥 不過今天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平常是800探店 今天難得來到台南我們把餐標提高了 今天我們的預算是2000塊 來到這一間Ogana直火燒肉 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歡吃燒肉 咱們今天一起去走走看看 在台南直火燒肉2000塊能吃到什麼東西 Let's go 哇這是一間老宅耶 感覺就不一樣 哇他這門好漂亮喔 超復古的啊 你要芝麻開門嗎 老門老窗花老廚子 不就我們小時候的菜獨啊 放菜的廚子啊 木頭的天花板 木頭的梁柱 歡迎光臨 兩位一位我們可以一起嗎 哇這屋頂真的超古老的 哇這屋頂真的超古老的 今天先為你收上菜單 今天可能我們就不看菜單哈 我們麻煩你我們有預算 2000塊錢 隨一點點 隨我點 對你有什麼好的 你覺得不錯的 幫我們湊一湊2000塊 等一下兩個人能吃飽就好了 沒問題 好不好 那今天就麻煩你囉 今天我們來跟您收上 快樂用的果醋 果醋 是的 這個是我們 旁邊的特調的果醋 哦 我們樓下有看到吧台 那現在嘗嘗這個 特調的果醋 好喝耶 沒有一般醋那麼酸 然後它有一點甜味 冰冰涼涼涼的 真有菜味的效果 哇 哇 佐佐三小餅 好精緻啊 哦 漂亮漂亮 那鹹菜的部分 哇哦 這是什麼 干貝 干貝嗎 它都喝到 三千干貝佐捷瓜 哇 那上面這個是魚子架啊 是 哇哦 那當然的加料是青醬 請慢用 等一下 我跟請教兩個問題好不好 是 第一個2000塊 是兩個人加起來2000塊 噢 對齁 我怕上的太高了 這個這個可以不可以去啊 當然可以啊 這個是什麼 蛋燒 這個是蛋燒 厚蛋燒 上面還有醬 好香哦 這上面好像有明太子 咬起來還皮皮膚脖的 哦 好吃 好吃 這個是 蹄魚水煮蛋 是不是 對啊 什麼叫蹄魚水煮蛋 你看 上面有一點點蹄魚醬 哦 看起來好精緻啊 這個蛋的風味就不一樣 那個蹄魚跟蛋加在一起 綜合起來 很香耶 還有那個蔥花的味道 好吃 他說這個要怎麼好吃 章魚 對 芥末章魚 咱們先來吃這個 哦 哇 這看起來就奢侈了 你看看 這乾杯超棒的啊 上面還有魚子醬 我最喜歡吃乾杯 哦 而且是烤過的 超滿足 外面有一點焦香 中間就是甜的 還會爆漿 下面呢 櫛瓜 櫛瓜白色 櫛瓜白色 後面再來吃章魚 先吃章魚 這個章魚是生的嗎 熟的 有章魚 有螺肉 哦 它這個芥末還有點嗆鼻 真的有開胃的效果 這個蘿仔來配酒 真的很棒 好嫩喔 外面有這個焦香味 然後上面有這種菌菇的香氣 好濃郁喔 超完美的 太奢華了 我超喜歡吃乾杯 今天要為您送上的是 這是豬菜聖盒 對,烤得差不多了 出水了 我拿出來吃 哈哈哈哈 要不要翻這一面 櫛瓜 櫛瓜看著應該可以再烤一下 來吃吃吃吃 你吃原味 杏鮑菇 很香 美味也很香 嗯 烤著烤著 就把它那個菇的香味給烘出來 嗯 烤進爆炸真的好吃 三藥 你沒吃過烤三藥 我也是 很好奇 還可以吧 脆脆的 這就是請老闆自己點菜的好處 如果給我點 我一輩子 絕對不會點這個 都不會點櫛瓜 跟山藥 可是今天開了眼鏡 吃起來 妳說一口挺好吃的 咧 今天為您送的是 雞血牛肉比賽 哇 哇 好像冒煙耶 哇 太漂亮了吧 還有啊 今天為您送的是 海鮮聖盒 海鮮聖盒 哇 哇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溫路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我這一塊先給妳看 烤得漂亮 很漂亮 專業 專業 而且感覺蠻厚的 這個牛逸版 牛逸版 哇 就習慣吃這個 原味 其實很大塊 又厚 很厚 還會滴汁耶 超優質 超優質 哇 好香喔 這個 一看著沒什麼油脂 吃進去 還是油脂的味道 就在吃間碰它 而且 非常優質 好香喔 其實油花碰到炭火 它那個香氣 就特別濃 就跑出來了 對 而且牛小排給它上了 這個是什麼 好像橫隔膜 還是什麼 好像橫隔膜 還是什麼 好像是耶 胸部牛肋條 牛肋條 這個火還算蠻大的 超大 真的直火烤得有 蠻香 我這兩塊先給妳 好 這兩塊給我 就是油脂脂 油脂脂了 超油餓的 它的火真的很旺耶 對 現在幫妳烤肉片的 來妳嚐一塊牛小菜 它的油法比剛剛那個一般 更明顯 嗯 牛手蠻好吃喔 而且很有嚼勁 它瘦肉的部分是甜的 甜的 對 口水都快噴出來 最主要吃火烤的 不是應該 有筋嗎 因為吃起來 沒有什麼筋的感覺 比剛剛那個牛小孩 更有咬筋一點點 你每咬一下 它那個汁水就噴出來 油脂沒有那麼重 可是肉香味更重 其實它每一個 肉的食材 都很棒 第四塊牛了 這個是牛的橫隔膜 也就是中間這一塊 把心臟肺臟跟下面 腹腔混開的這一個肌肉 就是橫隔膜啦 嗯 其實看它都切開了 就整塊放下去烤 差不多快熟了 再翻面就好啦 哇 妳看這火飄乾喔 很像 豬腰花 超美的啦 唉唷 妳看我都不沾東西 吃好的烤肉 我總覺得吃原味最棒 這會吞口水 感覺它一點油發都沒有 它沒有太多脂肪的香味 可是它就是純純肉的鮮甜味 因為它每天不停的在運動嘛 每次呼吸它都要運動一下 其實它的口感還挺紮實的 可是不會咬動喔 烤到嫩嫩的 剛剛好 最好吃 非常特別 我從不知道橫隔膜這麼好吃 妳看這個火就知道是牛五花來了 對啊 哇好香喔 牛五花薄薄的 兩三下就好了 趕快趕快 快趕快 而且它這家是我所有吃過燒肉到現在 我最旺的 對 火力超強 還在燒 剛剛小姐說要加一點這個 蔥鹽 對 鹽蔥 鹽蔥 因為鹽加蔥就是 還在燒耶 鹽子 還有一點油 本身牛五花的牛油 加上這個 蔥鹽 鹽蔥醬裡面的油 這個加在一起 油滋滋的 可是不會膩口 因為有蔥在裡面 把它的膩給小姐姐的時候到了 澎湖的 澎湖的 小卷 還有強調是澎湖的喔 持送的喔 而且不小隻喔 對 這個 鹅啊 日本的 生蠔 喔 這很大 真的 真的 而且老闆有特別強調 他會多一個 台灣鹅辣沒有的牛奶香 那快 拌一下 哇 香味出來了 漂亮 這裡還有兩隻 炒蝦 說實話已經吃滿多了 有點累了 烤小卷的時候啊 一定要整隻下去烤 你看 烤到差不多熟了 再來把它剪一下 這樣子比較juicy 絕對不要剪了 再烤喔 這樣汁就烤掉了 烤啊 烤就是烤到旁邊這個起泡泡了 有沒有看到 再給它烤個二三十秒就可以了 有沒有 嗯 代表開始煮熟了 嗯 你看這個也差不多囉 所以同時間放下去最棒 嗚 蝦子 還要再烤一下 漂亮的手 小卷 有個海的味道就出來了 有很重 好香喔 嗯 就是一個海的鹹味 肉質好Q軟 真的非常juicy 可是外面又烤得有一點焦焦的 欸這一樣大火才烤得出來 好香喔 嗯 哇 小餅是甜欸 哇吃原味的好甜喔 所以是澎湖的還是有差喔 而且好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我覺得它一個關鍵因素 是它的火候大 嗯 這個蚵仔真的超大吃的 哇天啊 太誇張了 很足啊 這應該叫做生蠔了吧 生蠔 老闆說這是日本進來的 嗯 它的味道真的 這個鮮 一點不舒服的味道都沒有 真的有那麼一點 淡淡的牛奶香味 嗯 蝦子還有蝦糕咧 超今天冷 這一隻蝦子也蠻大隻的 好 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做彈牙 新鮮的蝦子真的不一樣 肉汁結實的 你吃就是整條蝦肉都下來 我特別喜歡那個蝦殼烤到有一點焦焦的味道 點一下配的蝦肉汁 哇這個就是烤肉的精髓 蝦味餡的味道 你看這樣 某威的青魚 哇 很香喔 油脂超豐富的 對啊 這種是青魚一夜乾 烤的時候一定要魚皮朝下烤 魚皮稍微燒焦了沒關係 不吃就好了 但是魚肉放在下面 它就不容易被鐵網給黏走了 油脂脂的 你看這個肉 我覺得烤鯨魚還是有一種特殊的魅力 它就是有一個特別的油脂香味 而且肉又挺雜實 一絲一絲 吃原味的真的 他們吃飽喝足了 但是你看 今天實在吃不完 交給老闆點啊 真的不錯 他點的都是好吃的東西 但是這兩個 再加上蔬菜排 我們真的烤不了 雖然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沒關係 吃不下來就吃不下來 懂不 這整個烤肉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最好吃的是哪一個 套Q 澎湖的套Q 為什麼 我覺得它真的有一個海味 然後QQ的 然後那個炭香味 很好吃 很香喔 嗯 我覺得啦 所有牛肉的 烤的都很好吃 對 不同配的那五六種 各有各的口感 各有各的風味 用烤的都特別香 只有一個那個牛米花 我覺得不要加他那個蔥年醬 吃原味的 真不錯 但是如果全部給我選擇 最驚豔的 嗯 一開始上了那個前菜干貝 我們還一個 他烤的還是比我們自己烤的好吃 真的很不錯 那你覺得這兩千塊 心意值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兩千塊 以牛肉來講 我覺得很物超所值 因為裡頭的牛肋條 還有橫隔膜 我們都沒吃過 對不對 我覺得好特別 對 而且都蠻好吃的 對 我覺得腸鮮 然後又好吃 我覺得兩個人 我覺得 物超所值可以 對 所以我說啊 有的時候出來 不要憑著自己的經驗去點菜 點來點去都是他提到 對 如果老闆願意 麻煩他幫我們上菜吧 每一道菜都有期待 每一道菜都新鮮 敞開心胸 你就能嘗到最好吃的東西 吃飽了真的非常開心 我們剛剛聽到隔壁桌的在討論說這間房子有百年歷史 剛好老闆來到店裡面 我們請老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間房子的歷史還有設計的特色好不好 好 好 現在喔 那以前當醫師都是有錢人 有錢人 你從台南市有跟世代就出一頓 牙齒的 對 牙齒的 有歷史有年代的好建築 我會期待看看 老闆 這個怎麼好像我小時候的人 這個是原裝的入門嗎 還有這毛玻璃咧 這以前完整的 是 完整 當然 世代久了 薄蕾都不會都破掉了 所以我再把以前薄蕾再砍進去 砍進去 是真的 因為以前的時代 他沒有小拖 所以都沒有做荒蕾 有齁 對 下面也覺得痛 這是什麼 這是 這是信箱 信箱 我也覺得信箱 信箱的比較看動力 這麼低 很有特色 這木門其實好漂亮喔 對 改成電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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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個小疑問 對 這個管子 配上紅色的屋頂 就沒有脫裂口 這管子到底是裝飾用的還是真的有效 有在用嗎 每一個桌子 每一個桌子的排油煙管 都是這邊的 往下抽的 因為 我們這邊是用最好的設備 所以往下抽的 這樣整個煙味 對 對 對 我覺得在裡面烤肉 有烤肉的 香吃起來 可是聞起來沒有什麼煙的感覺 有齁 所以這個是實際上有在用嗎 有有 這不是都是白鐵的嗎 怎麼會找到金色的 因為那個航線導屋 有接過 這幾個工業風 所以它讓你感到精神 特別好的 特別好的 所以金色和紅色搭配起來 尤其有黑色的這樣的一個層次 讓金色的 讓它更有層次感 而且有一種 比較奢華跟絢麗的工業 對 上海幸福點風的工業 喔 欸對 上海幸福點風 對對對 這個 這個 老屋心立 在2008年 台南市的 老屋心立這個 組織呢 有一個給我的 這個 LOGO 老屋心立呢 當然你要把日本時代 這個很早的時代的房子 你有把保存好 效果好 所以就開始被保存 所以可以一次的認證 好 認證 老屋保存 好簡單耶 我們這間店叫做好甘那 其實我剛進來就一直看到這個 喔 喔 真的 這有 這叫我一個好朋友 陶藝江 他做 他自己 一個黑色的甘那 是 這幾個都不一樣 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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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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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黑色的甘那 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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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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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看這間店的感覺也是這個 牠的東西真的生長不肉 而且心裡吃得很高 很好吃 大家剛剛應該都看到了 欸我們再來旁邊看看 牠到底是不是真的老 啊 像這個都是你們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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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介紹這個洗手台 洗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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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真的喔 哇 這麼貼心 有很多人在洗手台 洗手台 人家還故意鎖起來 你還特地做 對 對 老闆很有心 我們以往來台南市 這台的通關客 都可以讓人更方便 好 好 像我們台南人的混亂 喔真的 其實我們來到這幾天到台南喔 真的感受到兩個熱 第一個天氣很熱 第二個 台南人真的 非常的熱 熱氣 超級浩克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老屋的側面 這 我們來講的這個酒櫃 蛤 酒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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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一間房子喔 以前以前他要有酒櫃 石櫥子 對酒櫃 酒櫃 要酒櫃就是做結果可以用的 是 喔 包括這都是老爭 哇 所以跟現在的專的建設是不一樣 大小都不一樣 有一段喔 我們不定期了 有人說這地條 有超過一百人 因為這種的結構都超過一百年的結構 超過一百年 超過一百年 以前都不定期了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房子都不知道 喔 所以我們前身說 這百年老屋 喔 難怪我隔壁的都在討論 百年老屋 百年老屋 這種都是什麼石頭啊 這是花崗岩 花崗岩 喔 花崗岩喔 那我還是想請教你 看在這個昏暗的巷子裡面 多有懷舊的人 你怎麼會想要讓這種老房子 注入新的靈魂 那你當初是什麼樣的一個構想 讓你開了這間店 你本身花崗岩做室內設計師 是 然後通常都是幫家居啊 商工啊 做一個設計 是 包括最近的一個設計街 那些油廳也沒有 油廳也沒有 油廳的俱樂部的VIP會手 嗯 所以我說 誒 看到這個百年老屋呢 做那麼清楚 我們做過一百年的老屋 所以我說 應該讓這個老屋可以重生 哦 各人把他的文化展現出來 嗯 台南真的是一個深藏不露的地方 對 你在別的地方 或者別的現實 想要找一間老房子 拜年老屋 都不容易 所以這也是一個因緣的機會 讓我們這一個古老的軀殼裡面 真正的 因為黃豆注入了新的靈魂 真的 嗯 好了 今天特別謝謝你來幫我們介紹這間房子的歷史 好 那我們一起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啊 好 拜拜